直辞永夜客居孤寓 既相逢自有一份缘分 情深不敢再饶几位清雅之趣 出个字迷算个玩笑吧 迷面一时难以想出更为有趣的 就以今夜之情境打一字 打一字 不知迷面是 迷面在我这儿呢 迷面倒是迫和这情境 迷底会是什么呢 三先生听琴打一字 三先生听琴打一字 三个先生听琴 二位承让 我先猜出来了 那那那我就先写 写写 小姐 这个太简单了一点吧 其实咱们三个人当中 我是最笨的 没想到先让我猜出来了 小姐请看 是不是一个孽子 是个孽子吗 怎么讲 您想啊 三位先生听琴 听琴 自然要伸出三只耳朵 故儿是个孽子 小姐 今晚在下 要请你单独 为我扶琴咯 慢先生 您说的许只有一分的道理 且所言所想都太过直白 太过浅显 对不住 您猜的不对 坐回去吧 要是这么容易 还用得着我们点灯 废腊的吗 你也太把我们家小姐 看轻了吧 还有那两位呢 该轮到你们猜了 猜迷讲究一个悟性 何儿啊 你那三耳朵听琴 缺少点意境和悟性 我这个字就特有意境了 迷野 怎么讲 从宫从耳 宫乃弦也在这引身为琴 弹弦子自然是抚琴了 有弦有耳自然是米 是三先生听琴 而非易先生 问得好 我们三位先生最终 优胜者只得一人 那小姐答应 最终是给我们 其中之一人负琴 再说了 欣赏这琴 不论人多人少 十人八人 甚至百人千人万人 最终知音者 只有一人 也就是一 禁界就是高啊 可不是吧 不管多少人听琴 最后知音者 知一人 小姐 这会一定是猜对了吧 真是精妙 精妙 这位先生果然特理而高标 见解独到且境界高远 小姐过奖了 今天晚上就应了这个米字 小姐 我这就上去听琴 慢 先生境界是有的 但终归与民面不合 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话有道理 你没猜对 先生对不住得很 您再猜吧 那个拿烟袋的别犯愣了 要是猜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挑东西了 都猜完了 完了 猜什么字啊 念三儿念 念 米公儿米 全错了 米居然都不对 还能猜出什么 更高明的不成 对 米公儿米 米公儿米 米居然都不对 什么什么迷面来着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三先生听琴 三先生听琴 这两字都不对啊 对了还有你啊 你倒是猜啊 三先生听琴 有了 好 是这个字 三个牛子念奔 该是个奔子 对吧 你这更不着调了 更不着调了 更不着调了 你想 三爷和我写的 起码还有一个耳子 你连一个耳朵都没有 拿什么听琴 多 三爷 咱输给人都行 你先别着急 问问人家小姐 是个奔子了 先生大财 您猜对了 对了 怎么讲 对 对的也是蒙的蒙的 蒙的 讲不出道理了 不能算对啊 讲啊 这还用讲吗 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叫对牛弹琴 人家小姐 对咱们三个 不懂琴韵的人弹琴 那不就是对牛弹琴吗 三先生听琴 不就是三个牛 加起来不就是个奔子吗 垃圾 垃圾 你居然把我们三个人 比作三头牛 对 你 你何以如此自贬呢你 不是 这怎么叫自贬呢 在人家小姐眼里 咱们三个就是三头牛 我不是猜自能 我是猜小姐心思呢 自作多情 小姐 好像猜对了 可以上楼听琴对吧 既然如此 就请先生上楼吧 那我就上来了啊 二位 承让了啊 承让了 我上楼了 二位小姐 哎 呃 我现在听琴可就不是对牛弹琴了 是对知音弹琴一谱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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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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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你看他就这么上去了 这 这 咱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 睡觉吧 睡觉 睡觉 睡觉吧 哎呀 这个臭大厌寨 我让他铺上梅草睡不着 爷 我给您铺厚点 咱好好睡上一阵 铺厚了也睡不着 哎呀 区区小事 爷 不要跟他置气 啊 他有什么能力 不就是会猜个谜破个门吗 纯属小人行径 你说他啊 论长相到气质 哪点比得过我 那当然更比不得您了 哎 他在上面挺亲 爷 咱不生气 咱不生气 爷不生气 何时你生气啊 输就输了 咱既不如人 见识不如人 输就输了 人生在世 凡事都不能小气 得大肚 否则还有什么格局可言呢 还是爷的境界高 奴才一定铭记在心 铭记在心 那既然爷不生气 咱就到点睡吧 睡不着 为什么呀 大肚归大肚 可是这个事 我们读的是一样的 惊石子鸡 他纪晓岚凭什么 比我们聪明 他纪晓岚凭什么 就能猜出那谜语来 他纪晓岚凭什么 就上去听琴 朕坐了这儿呢 就是 爷您还是生气啊 我 爷不生气 睡觉 不生气 来 来 睡觉 爷 乖 乖乖 来 来 来来来 我我放水 我放水